我們講過了在這個歷史 舊約歷史裡面的這個地方 為什麼拿到上面 因為在講生命記的時候 它沒有移動 它停在一個地方 就把它拿到上面去了 生命記是什麼呢 就是第二次的律法 因為他們出了一集的途中 已經講過律法了 但是那些聽到的20歲 他們都死掉了 所以在某樣聽人再講第二次 就重塑一次才讓他們進去 我們再呼吸一下 這邊是埃及 這邊是加拿 他們本來從這邊過去就好 但是他們不是 除了一集呢 就是寄從這邊埃及出來 一直走走走走到西南山的時候 是創世紀第19章 然後就停在那邊 一直教他們教他們 包括立位記也一直教 一直到民宿記第10章才出發 從他們出去 出去以後呢 在這個地方到了38年 然後才進去 摩押片尾 已經第40年了 才到摩押片尾 在摩押片尾就停下來 再講什麼 講生命記 所以生命記呢 就是在這邊講的 好 那生命記 我們簡單分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檢討過去 一個是展望未來 檢討過去就是幹什麼呢 把他們 複習一下歷史 然後把以前講過的 例如要再重一次 所以這個地方是歷史 講西南山到摩押片的歷史 這個呢 是把以前的建議 重新再講一次 歷史就是 民宿記 也要分成四段 他的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就是這幾章 然後他的歷史 那個歷史 那個歷史的部分呢 就講這些 這麼多 可能複習一次 這裡面包括 要怎麼樣 就是說 戒命、蝙章、律律 他常常把這三個講在一起 其實戒命是道德的律 蝙章是民法 律律是宗教律 就是叫他們遵守這個 然後跟他們說 你們不可以拜偶像 拜偶像的人 可以怎麼樣啊 用石頭打石 然後你們 那個 耶穌法會的藏人 站在各個冠名中 第六章 講到最大的建議 就是要愛神、愛人 然後呢 講到未來裡面呢 就是跟他們講 你們 進去以後 你們要怎麼樣遵守 遵守什麼呢 就是你們要怎麼樣跟迦南人有區別 這是第一段 然後第二章 巴勒斯坦 因為最後是對摩西人的福祿 講這三個部分 那這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要進去以後 要怎麼樣跟迦南人不同呢 就是要 宗教方面 國家政治方面 社會問題方面 那我們上次已經講這個宗教方面 我們已經講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這個禮拜回去呢 就是從十五章、十六章開始講起 那第十五章就是講安息年 安息年裡面講到什麼呢 有一個禍免免 還有就是你們儒服 要自由的時候有幾些條例 還有陀身的身處要怎麼樣處理 第一個 你們免免第七年 七年的第七年就是禍免免 你們要怎麼樣呢 就是債主啊 要把他們跟你借的錢 你要豁免 如果你的兄弟跟你借錢 第一年或是第二年借的錢 到第七年你要通通給他抵消 他們幫他拿錢回來 對你的兄弟 但是 對外方的人 你可以向他要回來 所以這樣講得很清楚 有人對你自己的同胞 要怎麼樣愛護 人借的錢 你都可以不要讓他們要回來 然後他就講 你兄弟裡面有窮人的話 你要給他 你給他你不要怎麼樣 你不要煩惱 因為上帝會失誤你 所以你看到你有窮人 你要幫助他們給他們 然後不要想要回來 上帝會祝福你啦 那如果你的兄弟做你的仆人 第七年也是一樣 第七年你要讓他自由回去 不可以讓他空手回去 要送禮物給他 讓他離開你 第七年 但是 有的弟兄啊 我想離開 我想離開 要怎麼辦呢 來 拿一個錐子 把他耳朵打一個洞 在那邊 把他打一個洞 這樣呢 他就永遠做仆人 這個仆人就永遠做一個仆人了 那這個聖經 這個聖經在這裡 把你的耳朵刺透 這個刺透呢 後來也不知道是 師篇的意思 師篇你們會看到說 敬禮物和禮物不許願 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 這個開通呢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把耳朵吃一個洞 就是吃錯的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是講什麼意思呢 就是耶穌他吃了一個洞 當作上帝永遠的仆人 這個意思 所以你們看到這邊 師篇的就是看不懂 為什麼呢 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呢 開通其實就是刺透 就是跟那個仆人一樣 不想離開 你就把它吃一個洞 他就永遠做你的仆人 耶穌永遠做上帝的仆人 遵行祂的旨意 這個意思 好 然後你的那個羊群牛群裡面呢 是陀生人第一個生出來的那個呢 你要準備歸給耶穌法 然後呢 這個陀生人這個呢 你們拿去獻祭的時候 你們夾起就在那邊一起吃 在耶穌裡面一起吃 好 這是第五十五章 第十六章呢 講解禧 這剛剛傳道也有講過的 要提醒他們 你只要紀念 用幾個解禧來紀念 這些就是他們的解禧 雨夜節啦 五孝節 蘇索節 五行節 七夕節 吹角節 褲椎子 這些呢 紀念 他們怎麼樣被救贖 我常常提醒他們這些之子 這是紀念 然後呢 祝朋節 最後的支付祝朋節呢 就是你那天 你要在你的家裡 不要住在裡面 要住到外面 那你就搭盆子 你看這個 這是他們的家裡 搭盆子 搭盆子 這都是盆子 就住在那個外面 這要紀念 紀念他們以前在埃及當奴隸 你給他們奴隸 所以你住在這裡面要紀念 用這種 用樹枝 用什麼做成的 這就是祝朋節 然後你要設一個審判官 你要在各層裡面設審判官 這審判官就是平常 不是宗教方面的 平常方面的律法那些 就要用審判官 然後你們不能夠拜北的神 不然可以用石頭打殺 這是第一個宗教方面 第二個 在國家方面呢 有這幾個項目 第一個 就是說你們碰到一些真宗問題 難解問題 要怎麼辦 第二個 上帝就透過摩西跟他們講 你們進去以後 你們到時候會想要立個挖 然後你們 那立王社要怎麼樣 第一個 就是說你們如果在 有一個真宗問題 留學什麼什麼時候 你們要去什麼 去見祭司立位的 或者是審判官 宗教方面 你就找祭司立師就好了 立位的就好了 其他事情 才去找剛剛講的審判官 然後呢 你們進去以後 到時候一定會看到旁邊 那地方的人 他們有立王 你們也會想立王 但是立王的時候 你們那個王要怎麼樣 第一個 不可以為自己增加馬匹 這個馬匹有人講說 這個馬要跟埃及馬 所以你們也會跟埃及接觸 這不好 不能夠增加馬匹 不能夠立太多的兵飛 不能夠積太多的基年 那後來他們有沒有這樣守呢 沒有 守羅門就破壞很多了 然後呢 你們這個國王呢 立位的人要抄一本 那個立法書給他 有人說這個就是聖命記 你要抄一本聖命記 給國王讓他常常讀 但是呢 你到立王時代 又有看到 只有大尔位 亞善西家願意遵循 其他國王沒有一個遵循的 好 第十八章 他就講你們這些認聖子的人 他的產業是什麼 然後不要去跟隨當地的外套人的習慣 我們這個已經講過了 這個立位姿派 他下去還有三個兒子 這個戈匣裡面的 這個兒子裡面有一個暗男 暗男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亞和 一個是摩西 那亞倫的後代呢 就是祭司 其他的人呢 通通是立位 所以立位自派 全部這些呢 只有亞倫的後代是祭司 其他人通通是立位的人 包括摩西 這都是立位 那麼這些祭司跟立位 因為聖命裡面服侍 所以他們只能 無憤無業 根本沒有產業 就是這些祭司立位的人 他在聖命在服侍的話 但是呢 他們也要吃東西啊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那時候獻祭 拿到神獻祭呢 胸部跟大腿 這個座標給立位的人 立位的人跟祭司 那在後來呢 他們的收入豐富了 就把那個皮脹啊 胃啊 還有什麼 腮啊也給他們 那再後來呢 更豐富了 就把更多的東西給祭司 跟立位的人 那一開始只有 那個腿跟胸部 可以給祭司 然後呢 會染疫教的邪術 他說為什麼 死而離堅火 占谷官罩 用法術 用邪術啦 用你這些教會 這通不可以 因為這些 當地人有這些習慣 那個堅火就是說 他們會弄一個像 然後他的手就伸這樣子 他們把那個小孩子 就放在這個 他的手伸出來 放在這邊 底下就 用火燒 這叫煎火 把這個孩子呢 卸給他們的神 孩子死掉了 當然燒掉了啊 就好像烤豬一樣 燒掉了啊 所以當初有這種習慣 所以他們 跟他們說你不可以這樣子喔 而且你從這個生理的 你可以看到 我們也不可以算命 所以有人會講這個東西 好 那他第18禮言 他有講一句話 他說 那個摩西也講的 他說 上帝說 以後 我會興起一個先知 像是摩西的 那他會去猜啊 這個到底是誰呢 後來到新約 他們就知道 是誰 是耶穌 耶穌就是 當時候興起的 那在 新約裡面 聖經有提到 在使徒行段 彼得他就講了 他說 你們這個日子到 主必拆遣 所以 所預定的給你們 是誰 基督耶穌 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基督耶穌 然後呢 摩西 他就給這個講 摩西神經說了 會興起一個像我的 就是耶穌 這個我們從中就了解了 好 他本來是要設陶城 這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在河東跟河西 各設三個陶城 北部 中部 南部 所以這是河西合同 就是這三個 1 2 3 4 5 5 6 河東 河東各三個 河西各三個 然後呢 他們跟他規定 你們要見證人的話 要這樣子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 才能夠放見證人 不是一個人講就可以 好 二十章就是要講 以後你們會發生很多的戰爭 你們戰爭的時候要怎麼樣呢 第一個 你們去的時候不要怕 不要怕 因為 跟你們去打戰的是我耶穌華 你們放心 你們不要怕 就是去打 但是呢 如果 有一些不想去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 第一個 你建了一個房子 你那個房子還沒奉獻啊 你去打戰的時候 敲敲敲要怎麼辦啊 那個房子就讓別人去奉獻了 第二個 你做了普拉園 你還沒說成 也可以不用去 你 聘了一個妻子還沒允許 也可以不用去 最後 你怕的人 乾脆不用去 這是他們先規定 你如果這些情況可以不用去 這是要打戰的時候 但是你們去打戰以後 好 你們要開始打戰 因為有一些敵人啊 還有一些當地的家人 你們要怎麼辦呢 第一個 先禮後兵 不要去忙就跟他打 你要怎麼樣呢 你先派人家跟他說和睦的話 他們說不肯的話呢 你就跟他打 不但打 你要怎麼樣 殺戟 把這些通殺掉 南丁通殺掉 父女小孩 甚至你可以留下來 這是跟他們規定要先禮後兵 後來我們看到了 在西北那個地方 應該他來騙他們 所以這個地方 他們沒有跟他 沒有跟他打 直接就打 其他的都是 戰爭來的 就意思是他們 他們不跟他 他們跟他說和睦的話 他們不接手 所以就衝鋒打下來的 然後呢 就跟他規定 你這些地方 你要怎麼樣 滅絕禁禁 這是我已經常常講過的 你通了殺光 全部的殺光 謝你給上帝 這個地方 去戰勝的時候 要這樣子 但是 你們到一個地方以後呢 這個環保 其實 從舊月就開始講環保了 你們進去以後 如果看到這個樹木 它可以長果實的 你不是怎麼樣 不要把它砍掉 那不解果實 你可以砍掉 沒關係 拿來做那個房屋 做那些材料 但是會結果是 你不可以把它砍掉 就是他們對那個環境 然後接下去呢 社會空氣 我們會讀到第21章 所以會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就要講一些事情 什麼事情呢 這些 講這些事情 第一個 就是無陀胸 好比你到一個地方 他們發現一個屍體 但是你又找不到兇手之分 不然呢 最靠近兇漫人附近的那個城市 要負責 但是呢 誰是兇手呢 上帝會知道 因為我不放心 這是第一個 對著無佛兇漫的人 就是最靠近他的地方的城市 要負責 第二個 你如果有俘虜 你看到一個小姐很漂亮 你想要娶她 可以娶她 怎麼樣子呢 她要剃頭髮 修指甲 然後脫棄她的衣服 在你家要哭 一個月 然後你就會娶她了 那如果後來想要修掉的話 有些不一定 不是娶她就好了 第二個 第三個 如果施愛 然後廢長子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有兩個妻子 當時有很多這種情況 你有兩個妻子 一個是你愛人 一個是你恨人 但是呢 那個長子是這個生的 長子是這個生的 你不可以把那個 這個你愛的這個妻子的兒子 當長子 長子 是她生的 你還是要以她為長子 你不可以把所愛的妻 所生的女子 畢為長子 再下面呢 對待逆子人 這個就很嚴重 你看到她逆子的話怎麼樣呢 你可以帶到長長那邊去 所以以後你碰到孩子 過關你便要帶到教會來 然後讓她說OK的話 就帶出一位妻子 給她打死 很嚴重 他們以前就是這樣子 逆子是可以打死的 但是你要先帶來 教會讓長老去判病 好 最後一個其他 就是說你們 如果有一種犯罪死掉了 給它掉在木頭的話 你們她的屍體 都可以留在木頭過夜 當天就給它埋葬 這個就是 耶穌跟子教的時候 他們就是後來要把她拿下來 也是不能夠留在木頭過夜 我們回讀到這個地方 好 金句 我們有兩個禮拜 連個禮拜 所以都沒有背 來 這個應該要背的是 你嗎 來 進句 請 不論何而來因為門府的語明 則把一杯揚錢給正小子裡 則一個 而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得想 是否在無疑是 戰四十二節 者能照著運行 在我們心裡的 在立書中諸如此類的 成就一切 受過我們所想的 有所書三章二十節 你們必曉得真理 甚至你必曉得真理 你必曉得真理 教理得以示有 不要胡英八章三十二節 省事務也必親自定為 甚至因為在這日 省事務也必親自定為 省事務也必親自創造的功 就按洗了 春世紀二章三節 對你 對你 多謝 還有嗎 有嗎